欢迎收看标股俱乐部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汤顺奎 汤老师 好 台股在昨天 由言在耳念之在之 那我也跟你讲得很明确 他就是要谈了 好戏在后 那今天台股市也不遑多了 一如昨天这两天的预期 我说周选择全之后 那会有很亮丽的演出 那今天台股市最低的时候涨39 最高大涨393点 收盘就大涨393 收最高 16781 气势如虹 牛气冲天 一根大红棒它表态 表态什么 我要攻击 那这一根大红棒非常漂亮 漂亮的是什么 融资持续的往下说 回首来时销售路 之前在高烧不退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过台北股市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还记得吗 我跟你讲 讲了一个半月 这唯一唯一唯一售码的问题 果不起来 售码的问题由售码来解决 台北股市就一路一路一路的下探 那在这些下探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它只在修正 售码的问题由售码来修正 那融资竟然继续减 但是融券竟然开始发烧了 那好玩了 肢减 卷争 必大涨 这句话你一定听过 但是好像没有人跟你讲 所以从筹码的问题 台北股市获得解决之后 台北股市长红棒来表态 好玩了 台北股市要开始 财富重分辨要开始 那今天 今天 今天最近 如果你把很多股票砍在最低点 也好 重新站起来 愿意砍的人表示他想赚钱 那什么毕业的 发不少毕业文的 酸东酸西的 那个叫做理所当然 因为你的名字 我看我说你叫做算好 散户的宿命就是追高杀低 当你杀低之后 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冷血 今天大涨他已经不干你的事情 那你对他又动了烦心 你可能又想追高 散户的宿命又回到原点来谈 从有股票市场以来 散户都是这样 追高杀低 那除了这追高杀低之外呢 另外一招他还是追高杀低 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专业重不重要 回首来时销社路 你终于发现台北股市这一波 一路一路下滩的过程当中 能够互助你命卖 我讲过跟着趋势走 财富一定有 你想都没想到 竟然有这种股票 他叫做大同 领先全市场跟你谈 将近45对阳角多头走势 芳心慰爱 我尽量把我的会员 资金集中在这种股票 趋势型的股票 抗跌型的股票 但行情来的时候 又是我们赚钱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我的节目 我讲过了 很多人喜欢来到这个市场 散户的宿命为什么就是 追高杀低 都喜欢当欧巴马 欧巴马你知道吗 欧巴买一里买一里买一里买 他后来就自己骗自己 长期投资 最后最近因为受不了了 砍到最低点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赚钱 你看这个市场的目的是什么 出市入市到台北股市 一本初中千里行 他死于足下 就是要赚钱 没有其他的大道理 但是你会发现 当台北股市一个回档 一个拉回 这两三个月以来 他修正了所谓的一个 他本来涨多就要修正 从八千多涨到一万八 涨了一万点了 不修正才有鬼 你有看过树再高 树再高它也不可能涨上天 所以在我看来 你会发现 其实你会发现 它都没有一个像样的整理 涨了一万八 你看这过去之前 没有一个像样的整理 整理一载 我就是横盘上上下下 叫做整理 它只是转线部分 你会发现这一个多月以来 这三四个月以来 它都在横盘整理而已 看来像头吓死人了 但是我认为还是就是整理 整理的目的 无他修正筹码 量缩之后他还会再攻 喝了他还会再上 慢慢讲到重点 台北股市 我的看法跟这个是一样的 工会 这是我们的球友 去过那么多次没看过他 台股修正进尾身 景气很好 今年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今年很多上市贵公司 赚了很多的钱 EPS 赚很多钱 那明年会干嘛 高配股息 光这个殖利率 这句话我在去年年底也讲过 去年我在休息之前 我说光这个殖利率 就可以撑住台北股市的半面天 它就让你高配息 那表示这家公司什么叫高配息 我赚很多 我明年准备要配给你 所以我股价光这个价值 就不会大跌 那回过头还听不懂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YAMIN 今年EPS听说有30块 它已经跌无可跌 你说这个地方买也对 但是我讲过它筹码的问题很乱 因为全市场都知道它很赚钱 所以它只是操作上的问题 最香最甜的那一段 汤老师陪你走过 有没有 那场圣战 史诗级的圣战 有没有 从那时候是做这档股票 长荣 史诗级的圣战 从汤老师上节目以来 三月份那时候多少钱 三十几块 比方到两百三三块 光这一段 光这一段 财富重分配 那最近在 喜欢开始挨的 就是不会做的 就是这一段 大家觉得好难做好难做 当然很难做 那我讲过 最好做你赚多少 你在玩什么 最好赚的那一段 最好赚的那一段 从三十三块 标了两百三三块 赏富的宿命在干嘛 模块把我来公立 第一个 对他不了解 然后呢 玩当冲 隔日冲 三冲 有赚就冲 冲得很高兴 你就不会挨 然后开始 当游戏规则改变的时候 多少人在抱怨 说穿了你还是不会玩 好 回过头来 还是那句老话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赚钱 只要有心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好 来 那之前我们先验证一下 从六十分钟线 我从细微 坡跟你解这个大盘 从六十分钟线来看 我说过 它有机会叠下来之后 空方射 所以它就会压低结算 周选择权 压低之后 整理一下它还会再上 那果不其然整理一下 没有动位跟你讲 它喝了还会再上 我就没画第二条线了 我预估它会走两条线 对不对 或是第二条线 结果它走第二条线 整理完毕之后 它还会再上 果不其然 还没动位跟你讲 双底成型 W底 它还是会再上 那果不其然今天 长红棒做一波的表态 完全验证 它开始做一波的强谈 那既然开始强谈 很清楚显而易见 它准备挑战反压 下礼拜 洞见关张 又是多空大对决 那会不会上 如果压力拉上去之后 就要展开另外一段的行情 尤其是筹码面 你会发现 丈母娘看你去 她越看越有趣 我要看到的融资 持续往下降 更好玩的是 仰空空到了 我讲到重点了 今年赚很多钱 如果现在是十月份 你把这个大盘 它撑上去 尤其是站上季线之后 那你放空的人 放空的人怎么办 那时间也如果来到十二月份 明年到三四月份之后 融券要强制回补 因为股东会的旺季要来了 那怎么办 搁空行情 漂亮 所以我今天 又回到大盘的日线来打 之前跟你讲出现纸连讯号 全市场第一个跟你打 那个时候坐 行看水熊处 坐着看云取石 我跟你讲 如果指稳讯号 先赚再说 上来之后 我跟你讲 他可能会走第二条线 因为他这个地方有反压 所以他可能会压了再上 果不其然他压回之后 压回WD的右脚 压了蛮深的 再持续的修正 修正筹码 筹码的问题 今天在昨天创新 应该58万多点 是不是 五十八万兆 五十八万兆嘛 对吧 我对吧 五十八万兆 仰空养得很漂亮 肢卷 卷征 必大涨 所以第一波 下一波我们就是看季线 季线上去之后 整个台北股市 就会扭转乾坤了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不管 还是一样 今天这根长红棒的表态 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为什么非常漂亮 第一个我要看到 肢检卷征 必大涨看到了 另外一个 这个长红棒 是不是在这 跟这边是什么一模一样 我最近几天 我就跟你讲过 台北股市 弹啊 弹得很弱势 缺少一根长红棒 那今天让你看到 这根长红棒 漂亮 漂亮 空当仰空 58万多张 那这一根 之前还没养到 看到没有 之前叠下来 空单只这样子而已 四十几万多张 只有四十几万多张 这一波上来之后呢 空单只是微幅增加 那这波下来之后 它养空 养得很漂亮 是在哪里 气氛啊 非常的悲观 他总是看过很多 不想放空的 太跑去放空了 那玩什么赔什么 玩什么赔什么 没有现行的 那很多人呢 有操作的人选择放空 没有 不会放空的 也想办法去放空 所以呢 空单持续增加 养空养得很漂亮 那我讲过 你不要让他站上季线 一旦站上季线 季线是多头的摊头宝 让他站上 时间点拖到12月 明年的1月 好玩喔 3月份 4月份 这些空单啊 这些空单都要强制回补 那会不会有嘎空行情 我们拭目以待 丈母娘看女婿 她越看越有趣 好 那回过台 今天大红棒的一个表态 那一扫阴霾 你会发现 老师啊 这个利空好像都变 不是利空 没有人谈了 这个利空好像也没有人谈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他好像是解盘啊 我不会说 今天大涨了 就跟你讲 反弹 我都把很真实的 所谓的我看得懂的东西 真实呈现 贴着盘面来跟你谈 而且慢慢的验证 今天的大涨 我是最精彩 今天才跟你谈吗 不是啊 那回过头来 还是一样 抢钱 买股票 来 这张股票 我们今天跳进去买了 汉讯 9月营收创新高 之前我带你做过一波 小波对不对 在这之前 汉讯 那应该未来如何走 趋势 跟着趋势走 财富一定有 这一波 很多人都受伤 他好是领先全市场 跟你讲这档股票 大同 时间点在8月11号 我讲的时候 大同大同大同 大同宝宝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怎么会有人介绍 这种很冷门的股票 那因为它很冷门 你觉得冷门 对不对 我讲过它是趋势型的股票 我讲的时候 因为领先全市场 所以当然冷门 所以你跟着很多人来找我 都是大涨之后才来参加 我做股票追高杀利 参加会也追高杀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最近 最近你看 10月14号就有人 大同法人力挺 外资一直买 多头排列 内容我就不讲 大同投信也卡位 看到没有 老师啊 大同也卡位 投信也卡位 大家是小姐 10月13号 我跟你讲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卡位 因为领先全市场 有没有 我讲的时候都没有人卡位 都是领先全市场 就一跌了 你看 一跌了 一跌了 讲到现在还在讲 你看 讲到现在还在讲 8月11号 现在10月15号 现在大家都认同 这叫做超盘 大盘啊 涨涨涟涟 不干他的事情 你看我的节目 你是幸福的 你到底要跟谁做 外面在起红胎啊 何处是你安心 靠的港口 想进办法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把时间交给主播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汤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标股俱乐部 再把时间交给汤老师 好 多话不说 台北股是礼拜五 气势如红 牛气冲天 一根大红棒表态 393点 那 有贪到钱吗 等解套 想尽办法 当行情来的时候 当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财富重分配 分配给别人 当还起好的时候 你看到国家 好像看到鬼 我还是那句老话 你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赚钱 行情来了 开始了 低档来了 很多国家跌无可跌了 又要开始财富重分配 又要开始另外一场胜战 结果你呢 砍到最低点 砍到最低点还不错 满手现金 你又是开始玩股票 最怕就是砍不下手 你涨300多 消不出来 快400点 下个礼拜 再涨300多 你还是消不出来 因为你爆错股票 假不错 还是那句老话 你走三档爬 换股 最近很多人来找 我都会有两个疗程 第一个 最近的 最近的 最近一两个礼拜 来找我都是两个疗程 第一个 我跟他沟通 你股票要先处理 换成现金的现金 真的好的股票 千万不要砍 误杀 另外一个 布局低档 有本质的股票 我们持续在做这个工作 等他进 一个脾气态来 就是扭转乾坤的时候 这两个动作 但是要有企图心 很多人打 已经手软脚软 这一波好难做 怎么样 极尽抱怨 真的是 这个赔钱就算了 手软脚软 一点企图心都没有 我想救你也很难 神仙他难救无命拐 你只要赚钱欲望企图心 什么都好谈 就如同这一档股票 你今天把节目看完 会送你一份大礼物 仲田的人 这档股票 又是千挑白犬 你上次就对了 你是上还是不上 今天已经大涨 你已经没有借口了 你看我身经百战这么多次 战功标柄 还是那句老话 重点来了 你又不愿意换 很多人都来找我 就说老师套牢满手股票 你套牢一百档股票 还不如一档会赚钱的股票 有没有道理 你说我套牢一百档 抱着很安心 都没卖 但是资产一直说 套牢不是并 跌起来要人命 还不如换成一档会赚钱的股票 匹集泰来 什么叫做专业的操作 就是把不会赚钱的 换成会赚钱的 没什么大道理 但是做得到的人 他如挪幽级的 你是做还是不做 我只负责表演 来 星象 跟大陆限电没有关系 跟通货膨胀也没关系 对不对 慢慢叨叨叨叨叨叨 今天726了 叨叨叨 虽然是一点点 也是给你赚钱 我跟你讲的时候多少 699 今天726 小赚 也是赚钱 叨叨叨叨叨 基本上半年就赚33 单月 单月 9月就赚多少 6.88 今年应该60块到80块几条 他巨响 叠死人了 但是他是掉在地上黄金 我也没有遮遮掩掩掩 我尽量不要遮 能就几个算几个 对不对 46.8 巨响 清汤瓜面 讲完之后 我来四块八 讲完之后 我来六块八 讲完之后 我来七块 有没有 即便是拉回 我还是跟你讲持续追踪 鸡根长黑 我还是跟你讲看法不变 做股票就是要这么有把握 这就是你要的讯息 老师 继续拉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过 如果拉回来你要去拜拜 如果没有 他可能走ABC上去 昨天言犹在耳 今天长虹棒表态过高 我来八块的 漂亮 漂亮 今天大涨 你说最近盘很难做 股票很难挑 我从之前 我没收你半毛钱 你一路一路 你也是贪钱 你套了股票 如果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换到这张股票来 你也是赚钱 你今天也是破替微笑 扭转乾坤破腐城 又是死破天津 行到水穷处 坐看看云起死 这叫做拨乱反正 你是拨还是不拨 身陷泥闹 来 我还是那句老话 困隆也有上天使 蒙胡前莫当道卧 套牢股票没什么了不起 缓 如何华力转身 我唐素葵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如何调兵前将 如何紧张中求胜 你有赚钱的欲望跟企图性 什么都好谈 来 建策 315 5Q我也跟你说 340 最高360几 对不对 短线压回来 建策 国内一等一的 军热片的一个大厂 它的技术很好 而且又有国际大厂支持 就不用怕 宣德 出文 10月8号宣德外资建商力挺 10月8号还跟你讲宣德可以买 你打到亚洲投过来就吐口水 10月4号就领先全市场跟你谈 差不多了 可以买 我要出手了 第三次了 还没出运就要买 不是出运大展的再来买 那是出不了运 变出货 对不对 跌死人了 但是你不会 你不会对他投影关爱的眼神 此时此刻你已经手软脚软 看到多少盘 看到股票好像看得到贵 但是我跟你讲公开表演给你看 72块4 买73块半 对不对 创新高82块1 宣德宣德宣德 出文啊出文啊 今天要出文了吗 85块 涨上来之后 涨上来之后 他就跟你讲出文了 你看到说10月8号 他创一个短破断的新高之后 10月8号才跟你讲宣德出运 出文了 他已经怎么样 插一根的停板了 我没收你半毛钱 又是领先全市场 有没有 又是公开验证 短线部分拉回 让他喘一下 有可能要走ABC了 老师要继续拉回 我说我要再买回来 今天出手 而且这是我们第三次的操作 一档股票来来回回 我可以操作三次 股票市场大盘也是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你就来来回回 破断 我们死咬着不放 喜欢就咬着不放 喜欢就像做趋势型的股票 我们就咬着不放 大同 有没有 罚人力挺 投信大买卡位 有没有 现在十月三十几号 十三号才跟你讲 八月十一号就跟你讲过 我讲的时候领先全市场 没有人跟你谈 做股票就是这样 但是你买的时候 你跟着我来 因为你领先全市场 孤中苏力 如果你独调寒江水 你会觉得怪怪的 我会跟你讲大同的利多 它有三大利多 然后又车用电子 然后重点是它 抗通膨概念股 讲完之后 讲完它又是转机股的代表 你看一下 从没有亮灯带你到亮灯 讲完之后还是一样 市场上都是大涨之后 报章杂志才开始 大同大同好 大同宝宝棒 有没有 他已经一路过关斩将了 有没有 除非跟你谈 退场官话 我说过我会再买回来 等他破 破完之后 我希望他WD 结果他不WD 我就要买回来 做股票就这样很灵活 脑袋不是死死的 做股票 如何调兵前将 如何紧张中求胜 所以我唐宋回来 每天在做的工作 该追我就大胆地追 追完之后 老师还报大量 我跟你讲 人看长 又是亮灯 我就是不会被死掉 创新高 创新高 一路过关斩将之后 大家都在谈 大同大同大同 他又拉回了 拉回你又不敢讲 结果跟你讲 还是可以买 你看我讲的买点 专不专业 你自己看就知道 我只负责表演 有没有 人看长 一路一路 大盘是这样 他是这样 人看长 创新高 老师啊 你的股票怎么跟大盘不一样 应该倒过来看吧 大盘是这样 这样 跌死人的 跌到头皮发 看到股票 好像看到鬼 你的股票 怎么这样 这样 这样 这样都跟人不一样 对吧 又要创新高 真金他不怕火炼 什么叫做专业 什么叫做实力 我汤顺奎说都不算 来 欢迎加入汤老师的Live 有很多悄悄话可以谈 标谷的悄悄话 小老鼠F8个8 加入Live 或是FB 标谷就个部加入一下 汤老师唯一的官方的FB 跟Live 在这里边有很多悄悄话可以谈 知无不言言无忌我们可以做下一谈 做股票没什么大道理 就是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很多美好的仗我都带你打过 之前也是一样 全市场领先市场跟你讲这一档股票 主厨推荐 讲完之后你看它如何 如何一路飙 一路飙 领先全市场 没有亮灯带你到亮灯 初也跟你讲 买回来跟你讲 死咬着不放 该波段的时候 该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错过 行情来了就死咬着不放 出完之后第二波 第二波你看 第二波又来了 第二波你看 第二波初心也跟你谈 很多美好仗我们都打过 现在行情又来了 你就不要再错过 这一档股票想办法上车 下礼拜它喷出去了 重田的人 脚步跟紧 你注意喔 资金一百万以上的 我让你一九九吃到饱 但是只有一百个名额 如何一九九吃到饱吃到兔 等一下零八零零的电话 你自己三家运用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